亲爱的兄弟兄妹们 在这至圣之夜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经过死亡 获得新生 世间属于祂 世代属于祂 愿光荣安全运都归于祂 直到永远 愿光荣的复活的基督 我以祂争光驱上我们心灵的黑暗 静音符 静音符 借朵之光 满血跌足 借朵之光 满血跌足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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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宣报 圣主 我们恳求祢 使这为光荣祢而奉献的蜡烛 驱逐长野的黑暗 常染不清 愿这蜡烛的光芒 为天主所悦纳 犹如新乡 驾入新春的寒烈 照耀四方 愿这烛光常染不清 直到小命之心的神气 这永远照耀的小命之心 就是指基督自己 祂已从死者中复活 光照普世 祂是祢的圣子 永生永往 阿们 过了安息日 一周的第一日天快亮时 玛丽德莲和另外玛丽来查看坟墓 忽然发生了大地震 上祖的天使自天而降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祂的面容好像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首位非常害怕 吓得发抖 好像死人一般 天使对两位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来找那被定死的耶稣 祂不在这里 已经照祂以前所说的复活了 你们过来看看安放祂的地方吧 现在你们快去通知祂的门徒 说祂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 祂要逼你们先到加里勒亚去 你们要在那里看见祂 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他们赶快离开坟墓 又惊又喜 跑去报告祂的门徒 忽然耶稣一面而来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便上前抱住祂的脚 朝拜祂 耶稣说 不要害怕 去报告我的兄弟们 叫他们到加里勒亚去 他们在那里 必会看见我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请坐 记得秦明姐 我在大支公墓 讲了网路的一段小话 但是这么说的 有一位小朋友他告诉他的阿嬤 说阿嬤阿嬤 赶快躲起来 他的阿嬤说 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们老师要来啊 我们老师来 阿嬤为什么要躲起来 因为我今天请假啊 我跟他说阿嬤死了啊 那老师今天来看你 你赶快躲起来 阿嬤说 让我来处理就好 那结果呢 阿嬤并没有躲起来 等到老师来按电铃 门一打开 阿嬤出来 老师吓了一跳 说 你不是死了吗 他说 今天是头七 我回来 政缘法师也讲过这么一段 他说 你开车或者是骑车 不要太快 最快让你找到七分钟了 如果没有到的话 晚到一个礼拜 就是头七 这是我们一般闽南人所信仰的 那么我们信仰说人会回来 可是回来还再去啊 我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我真的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我的妈妈去世大概八年多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清明节的早上啊 让我会想念他想念到一种内心煎熬 而且很痛苦的那个样子 那个痛苦是什么 那一种痛是我想要看到亲眼 我想要见到他我见不到 那从来我总觉得 因为我们信仰的关系 知道说人去世会在天堂 跟天主在一起 可是这种亲情的这种想念 几乎是到达一个 怎么看不到 怎么没有办法看得到 那样的一种一种感觉 非常强烈的这种经验 死亡是一件悲伤的事情 很多人到了医院尽量的要把伤者 病人要救回来 可是很多状况是救回来的 可是成为植物人 有一天还是要走 所以我们常常去看病 甚至我们都住院 总有一天出不来 对不对 总有一天是最后的一次住院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掉死亡 德国的一个作家叫泰森 1925年到2003年 他写了这么几句话 他说死亡 留下的是一席岸边或田径的一个尽头 到达那个尽头 还要走过最后的一盏灯火 没有人也没有任何的一切可以挡下 我们会开怀的大笑 他说灵魂已经明显的要出游 那么宇宙这么大 他只剩下了这么一扇窄窄窄的门 这是他在描述一个死亡 人离开这个世界是只有一个不能避免的一个事实 那么今天在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玛丽德联 如果你看了山洛嘎这个电影的话 你会发觉了说 怎么门徒当中只有一个女的常常跟着耶稣走 跟着十二门徒在一起 玛丽德联 玛特福音说有两位妇女 是玛丽德联跟另外一位玛丽 就是两个门徒的妈妈 所以到了福墓去看 然后看到的是天使 天使向他们说你在看什么 叫他们说你们回去赶快告诉其他门徒 在玛丽德联 福音有两位是指德联和玛丽 那么在路加福音写的说妇女们 对他们来说这个事件是一个新的事件 他看到衣服洁白的天使 耶稣迎面而来 告诉他们说没有死 他活了 可是玛丽德联总觉得不晓得为什么 为什么舌头会弄开 为什么人不见了 为什么我要跑回去 要告诉门徒们说 耶稣已经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我们再回想一下 路往福音第四章 在雅各伯水井的旁边 有一个撒玛丽阿的妇女在那取水 然后这位妇女跟耶稣在对话 第一次他开始问 耶稣说你是犹太人 怎么要跟我要水喝 慢慢谈话当中 他说先生你没有带环保鞭 怎么要跟我一起喝水 第三句话就开始说你是先知我知道 最后谈到的是将来要查拜天主 不在这座山后那座山 这座山是井的那个所在地 或是耶路撒人来朝拜天主 耶稣跟他说现在就是我就是 他说救恩出于犹太人将来以心神 以真理要朝拜父 也就是说复活以后 耶稣不再以现在也跟他们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形体来出现 而是不再以肉身来出现 而是以圣神派遣圣神到中途门身上来 所以这段福音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他提早来谈论复活以后 应该朝拜天主的方式 那这位妇女就说我知道摩西亚他一定会来告诉我们一切的 耶稣说现在同你谈话的我就是耶稣显现自己 给他知道把将来的复活的提前在前面告诉他 再回想一下尼哥多姆来这一位法利赛人的经师 他夜间来见耶稣 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那么耶稣跟他说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果 尼哥多姆问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 难道他要进入母亲的怀中他的腹中而重生吗 有水和圣神的重生 有肉生的属于肉有神生的属于神 耶稣说你这位以色列的师父你怎么都不知道呢 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由天降来 而仍然在天上的人子 再回想一下多姆这一位 耶稣显现给门徒他不在 然后回来他说我不相信 除了我用我的手去摸他的钉孔 所以八天以后耶稣在显现的时候 多姆说我主我的天主 耶稣才告诉他说 不见相信的人是有福的 再回想一下还有一个人叫马尔塔 是耶稣复活了他的兄弟 耶稣要复活他兄弟之前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什么 主啊你如果在这里的话 主啊我兄弟不会死 等于这一位马尔塔 已经拿撒路的姐妹已经确定 没有看到拿撒路复活 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 我相信有复活 我相信如果你在这里 他一定会复活 他不会死的 那么马尔塔说 我知道他一定会复活 耶稣说我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即使是死了仍然活着 凡是活着 而信我的人永远不死 你信吗 耶稣讲了这段话 信我的人永远不死 已经在告诉他说 你没有看就相信了 那这一次呢 他看到他兄弟复活的时候 那更是相信 我们现在现在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死人复活吗 没有 你看过死人复活吗 没有 你看过活人复活吗 有 为什么有 回想一下 浪子回头 那个爸爸 那个爸爸跟他的大儿子讲了什么 你不要再基督了 我宰了那头牛 虽然是属于你的 你很不舒服 可是 这个庆祝实在是太大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弟弟 失去而复得 然后死而复生 是一个活着回来的孩子 他说你的弟弟死而复生 明明是活着回来的孩子 今天晚上 我们庆祝复活节 死亡结束了我们这个城市的生命 跟这个旅程 耶稣从死的中复活 开始做了什么 那些刚才我提的那几位 原来都不知道的变成知道 到底是什么 原来不太清楚耶稣在讲什么 现在清楚了 原来不太了解的 现在已经了解了 用原住民的话他会说 你了解我的明白 不了解的变成了解 胆小的 门徒们 耶稣被钉的时候都跑掉了 可是后来变成很胆大的 敢被钉死 敢被关 他们都没有关系 被骂都没有关系 可是认真的一定要传福音 所以胆小变成胆大的 从晚餐厅开始 就开始走到全世界去 今天晚上对我们来说 耶稣经过痛苦 五路受难 终于复活的希望 死亡 死亡 我们 会难过 会感到惊慌 亲人的离去 会造成我们的伤痛 看到 看似生命的一个结束 可是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四十天当中 耶稣不断的显现给他的门徒 带给门徒们只有一个讯息 他还活着 他没有死 他还跟门徒们同在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同在 所以说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 对我们来说 还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你会发觉了说 玛丽德莲这位女性 这位女生 竟然被派遣到耶稣的门徒当中 说你告诉你的兄弟们 我已经复活了 竟然他接受这样一个使命 来宣告复活 一个女门徒 是门徒中的门徒 那么对我们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派遣 要去向万民传报福音 使万民成为门徒 要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字 给他们受洗 耶稣说 要他们遵守 我所吩咐的一切 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世界的终结 对我们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是被派遣 传福音是快乐的 传达一个活着的天主 永远跟我们同在 不论是男性女性 男生女生 老年小朋友 都有福传的使命 今天晚上特别来祝福 我们这几位也恭喜 经过这一段日子的目道 不晓得几个月 最起码应该有半年以上 那这一些日子 很多的怀疑 很多的疑问 很多那个异样的眼光看着你 然后很多的问题你很难回答 那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来目道 那有时候我们也回答不出来 那个一个哲学家Pascal 他说 My heart has reasons which my reason doesn't know 我的心有很多的理由 可是我的理智也没办法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往天主堂跑 为什么我要目道 然后用异样的眼光 你真的要信教吗 你要改你所有的前面的毛病吗 你要变成一个新的人吗 你要换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吗 用耶稣基督的方式成为你生活的方式吗 你真的将来要去传教吗 要把福音当作好消息要传给别人吗 比较严厉的讲法是 你以后不收乡了吗 不到庙里去拜拜了吗 你不相信下命吗 难道你完全脱离了这个关系吗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听到他们在大家的面前的宣誓 所有的诱惑 名利 所有魔鬼的陷阱 他们完全都要拒绝 恭喜你们今天晚上做还没有领洗以前 做这样一个决定 领洗以后就没有退路了 只能够往前走 所以这个决定不是别人替你决定 我相信是你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为耶稣的门徒 从今以后要宣报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 今天他的复活也在象征我们的复活 所有过去的伤痛 創伤 我们从前过去所受的侮辱 一切都过去的 不能宽恕的 我们今天也都完全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 完全宽恕 现在我们大家都要等一下集中我们的目光 要看着各位 也要听着各位您的回答 主 Wayne Usher 1这些 伊相和マ路 主长于社耶稣对他 最后心对 globalization 主长于世耶稣 谢谢 主长于世耶稣 祿祭 主长于世oun 求主 赞救我们 因主的生死与复活 求主 赞救我们 因圣神的降临 求主 赞救我们 我们罪人 求主 赞救我们 求主 赞救我们 功仓神 祈祿 求主 赞救我们 耶稣 圣国天主之子 求祝福天我们 基督 求祢福天我们 基督 求祢福天我们 阿们 水泉 水源 请赞美上主 请歌颂祂直到永远 愿圣神的天主 愿圣神的大能 借着祢的圣子充满着水泉 使所有借西里与基督同死同葬的人也 与祂一起复活 获得新生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现在后席者要因天主圣山的名受洗 以获得新的生命 因父 及子 及圣神之名 瑪利亚 心灵洗着已经和我们一样成为天父的侄女 在圣神内和我们一起度新生活 让我们赞颂天主赐给他们的伟大救恩 欢迎他们加入教会的大家庭向后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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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